好我们来看到关于这部分 蔡英文道歉就选情有用吗 来得及吗 现在蔡英文自评懂得反省了 好我们就来看到就职7周年的谈话 聊了些什么 先跟大家聊聊一些民生部分 前阵子缺带还记得吧 然后他又讲很抱歉 让大家辛苦了 政府会记取教训 随时紧盯民生物资的供给和物价 再来聊到了是能源部分了 能源就讲到缺电这些问题 合一合二的重建困难 台湾是不会缺电的 这句话台湾不会缺电 真的吗 大家心里有感觉吗 现在要夏天 冷戏机要开始开了 有学者认为 再生能源看天发电 如果呢 恐怕难以支撑 不能保证空电量的稳定 针对这部分也有人认为 蔡政府应该坚持废核 会留下灾难 国家的经济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因为蔡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 台湾从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移居 之地变成了停电跳电成为了日常了 大家应该都很有感吧 再来他们也提到说 蔡政府理聊 蔡总统就聊到说 执政团队非常认真的做事 也懂得反省 我们是快速的调整 回应民意的期待 那柯文哲也提到 比起懂得反省 更实际的是要反省后 实际的去改正 只有反省是没有用的 改进是没有用的 真的赶快去做比较有用 好看到这边 居住阵营的部分呢 政策多管齐下 还是有相当的路要走 而且大家还记得 前一阵子他们提到什么 台湾的价房价有下跌的趋势 买不起房市政策的问题 等等的话语 张雨萱就说了 能把自己的缺失跟过错 说成成绩 真的是需要才华 20万户的设宅规划 中央只完成了2907户 其余的15520户 都是地方努力的 而且其中还有12400户 是来自双北 那张善政针对这部分也说 关于这7年了 过去7年了 那么社会住宅 却还是12万户要新建 那第8年才要拼 根本就是虚度光阴啊 地缘的政治 经济的衰退 治安的败坏 青年低薪失业等四大问题 明明都足以动摇国本 却看不到政府 拿出任何作为跟解方 总统蔡英文举行7周年 就职7周年的谈话 开放记者提问 结果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中天不给问 而是记者直接问您说 您是大小姐吗 蔡英文则回答说 没听过郭董这样子说 这让新北市议员 叶元芝就炮轰 答非所问嘛 根本不是这样问你的 可见蔡英文知道自己是个大小姐 否则怎么会这么心虚呢 那么面对说不清的居住正义 以及副总统赖清德具备的特质 让时事评论员黄阳明痛批 蔡英文说的都是空话 您觉得自己是大小姐吗 我没有听过郭董这样子说过 虽然身处风险之中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风险的制造者 强调避开党疫苗问题 只不过说他大小姐的是实任总统 秘书长李大为并不是郭台铭 在同任内最后一场520记者会 诉说过去近年来的经济成绩 强调两岸要和平对话 还开放媒体提问 不过却是选择性回答 三立 伊甸市 民事 公司 TVBS 中时 中央社 桂香姐 几乎所有媒体都点过一轮 却唯独不点中天 是不敢面对还是心虚 他不给中天提问 就是凸显他大小姐的性格 就是他不愿意不想要 不想看到中天 否则怎么会下令把中天关掉 当然不是郭董说 郭董是说李大为说的 所以你就可以觉得很好笑 他自己心虚 执政七周年 蔡英文居住正义跳票 根据起司民本基金会 做的最新民调 有高达七审民众不满 难道就像是赖清德说的 房价降了 而面对最重视年轻人 买不起房 蔡英文支支吾吾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有一些 这个评价的住宅的选项 今天讲的那些居住正义的所有的问题 都是空话 没有一个他真的实现掉 甚至他讲到社会主宅 居然讲到2024年底 2024年底他已经不是总统了 那就是确定跳票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蔡总统的话 听听就好 居住正义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不过蔡英文任内却走不完 对原本承诺没有信心 对赖清德的特质 也说不太清楚 而被问到说 是否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蔡英文连陈水扁的名字 都不愿提起 我要回答这个选举的问题 但是对于赖副总统 我可能比大家了解的多一点 他是有很多的特质 那他是我觉得他有很多的特质 在未来其实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蛮多的 所以你最后的那一题 我还没开始想 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说不清的派系斗争 避不掉的政策跳票 蔡英文520执政的成绩单 最好读稿机也难自远其说 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蔡英文执政七周年的记者会 她说作为候选人与现任的总统 做总统是不能被教的 做总统是要展现自我能力 去与社会大众产生共鸣 这一句话呢 让议员林真宇就炮轰 这证明她就是个大小姐 已经跟民意背道而驰 她要蔡总统好好问自己 现在的人民过得好吗 蔡英文有特别讲到说 现在我也要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作为候选人跟现在的总统 是不能被教的 所以你们不要教大小姐做事 大小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你赖清的给我好好听清楚 但是这很矛盾啊 不能被教 做总统是展现自我能力 要跟社会大众产生共鸣 我觉得蔡英文她有一个能力 颠倒是非的能力 跟零时间一样 就是你完全跟民意 完全是背离的状态 大家对于BNT的采购 甚至三加十一各方面的 完全民众的期待 你民进党政府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状态 所以我完全不能理解说 蔡英文现在讲的是 你到底怎么跟大众产生共鸣 基本上你七年下来执政 我相信她可能做得比历届的总统还要差吧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 支持率最差的一任总统了 我还是要拿同样一句话问蔡英文 你曾经跟所有的民众说过 过去这八年来你过得好吗 同样的一句话 蔡英文问问你自己 你觉得现在中华民国 台湾的人民过得好吗 如果你今天往往对于民意 面对民意你都是要靠读稿机 你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去说出 你对于百姓的爱戴 你真的不是一个秤职的领导者 再见